我们现在来谈一下 刚刚这个世界银行所规划的 所谓的退休金规划的三个支柱 他们所做的一些建议 世界银行所做的建议是说 如果要满足退休后的生活 那么你的退休的资金来源 应该有三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应该是 政府的退休金制度 就是工的制度 第二个应该是你的雇主 为你所提拨的制度 第三个就是个人的储蓄 或是个人的理财 那么在这个比例上面 也不大一样 在这个世界银行的建议里面 他们认为说 政府提供退休金制度 应该占40% 而企业或是雇主 所提供的30% 个人的储蓄 也是另外的30% 同时他们认为 所得替代率在退休以后 应该是你退休前月薪的 或是收入的70%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在我们同样 今年5月份所做的 那个试调里面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结果 就是他的结论 跟这个世界银行的 这个建议的很大的出入 在我们所做的调查里面 一般人的这个结论是说 政府提供的 应该占11% 他们认为 企业主提供的是22% 而其他的67% 是要由自己来负责 所以很显然 我们台湾人的民众里面 就有个观念是说 自己的退休金要自己存 同时在这一次的这个调查里面 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发现几个三个迷思 第一个就对于退休后的花费 居然大部分人的看法是 退休以后生活 一个月大概三万块钱就够了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个是绝对不够的 当然看每个人生活形态不一样了 有人是喜欢过得比较宽松一点 有人过得比较简单 这基本就可以了 三万块钱 而且城商差距也很大 在台北市 我的感觉 你即使有自己的房子 三万块钱可能也不大够 而我们中华民国主计处 曾经做个调查 他们认为说 退休后的这个支出 一个月平均大概是在 三点七万到九点七万 我想取这个中间值的话 可能比较接近的这个事实 一个月大概至少五六万 可能比较维持基本的生活 另外几次理财工具 比较保守 我们刚刚报告过了 保险占了这个百分之六十八 定存百分之四十一 这个情况之下来 就是说让这个资金的运用 不会有效率 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 其实我们刚刚也 这个副子维之谈到了 就是医疗规划 长照保险的问题 只有百分之九的民众 有买这个长期的照护线 所以这个呢 也是非常不足的 因为根据这个 世界卫生组织 他所提出来说 举了个随准 简简简单一个例子 万一退休以后 发生脑中风的话 所需要的花费 大概是 现代币四百五十万 到一千多万 那这种情况之下 不管你怎么讲 你再怎么提拨 大概都是 怎么储蓄 大概都是不够的 我觉得在这个退休理财方面 就是有三个目标 第一个要存得更多 第二个要留得更多 第三个要活得更好 那基本上呢 我们对于 这个不同的世代的 年龄层的 这个客户呢 大概有不同的建议 70年代以后出生的 我们给他取个 取个这个 外号叫做 钢铁草莓世代 为什么叫钢铁草莓世代呢 我们总觉得说 年轻人是 好像是草莓族 承受不了压力 外表看起来很漂亮 承受不了什么压力 但是我们这一次 在我们做的调查里 很惊讶地发现 很多的年轻族群 他们觉得说 他们将来不要靠父母 父母亲有钱 是父母亲的事 跟他们有关系 他们要自己想办法 所以我们该取个外号 叫钢铁草莓族 外表好像是草莓族 可是他们是很 非常有这个坚强的意识 当然 当然可能他还没有享受到 还不知道将来 如果父母亲留钱 给他会有什么好处 所以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那我们觉得 钢铁草莓族 因为相对年轻 所以他们在这个理财方面 应该是要 当然第一个医疗保障 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好的 全民健保的制度 但是全民健保的财务的负担 也很沉重 将来会怎么改变 我们也不晓得 另外 他的这个投资理财 应该是以资产的增长为主 就是不必太保守 稍微来承担一点风险 但是能够加大 他的这样的投资报酬率 另外60年代以后出生的 我们叫三明治世代 这个是比较辛苦的一代 他的理财的标的方式 当然也不大一样了 那当然第一个是 家庭责任的规划 他有小孩子教育费 他要去想办法 所以他必须开始 规划这方面 第二个呢 他必须开始加强 他自己的退休金的规划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 这个子女教育金了 他的这个 对上一代的奉养也好 对下一代的照顾也好 他们的单子其实很沉重 最后当然就首领世代了 四年级五年级的 这个四年代五年代 后出生了 几乎都是已经要退休了 几乎是已经退休了 或是接近要退休了 到了这个年级才来 年龄才来开始 规划退休以后的理财 实际上是有一点晚 但是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有能力的话呢 我们也建议他做一些 开始做一些信托 不管是传承也好 公益也好 那当然刚刚也 这个副主也提到了 这个安养信托的这个观念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研究 安养信托 那安养在推广信托 这个业务在国内 遭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是一般的我们国内的这个民众呢 对于把资产交给别人来管理 每年还要付一个费用 这个观念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接受 第二个就是必须要创造一个退休的计划 将来退休以后能够有稳定的金流 那多元配置达到稳定资产的目的 我想这是每一个人在每个世代都会需要做到的 基本上我认为说一个结论就是 退休的规划是越早越好 如果说太晚规划可能会有点来不及 那么每个人资历情况不同 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的目标也不大一样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 那个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理财顾问 这个会是比较重要 可能比选什么样的退休方法还是更重要的选择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